哈喽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架子姐姐 今天教大家用厨房的面粉 来做一份很简单的解压泥 开始进入今天的教程吧 首先在容器中加入面粉 然后加入T恤泡 可以增加柔软度和蓬松度哦 接下来加入洗劫机 开始搅拌 哦,对了,差点忘记加一些颜料 继续启动搅拌模式 这里搅拌的时间会有点长 所以需要耐心哦 等差不多成型的时候 就可以用手继续揉捏 这时候呢,比较粗糙的颗粒 慢慢变得细腻起来 大概捏了7749下 面团就变成为一块柔软的解压泥 拉伸性很不错 还有回弹效果哦 搓起来也很舒服 你们学会了吗 今天考大家一个老金钱转弯 为什么不能和阿姨同坐一条船呢 好啦,教程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